Hello,我是老雷 我今天要说一些自己的事 可能比较啰嗦,可能比较无聊 你可以不看了,对不对 今天这个故事叫凤凰与我 凤凰就是那家媒体公司 因为今天早上我开始刷微博 发现有好几个人爱着我 说老雷那不是你吗 点开了之后呢 是凤凰视频他们的官方微博 发了一个帖子说 老外说中国人开车想猴子 然后是我的视频 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吐槽中国交通吗 被他们发现了发到微博上面去了 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什么不对的 唯一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用我的名字 就说一个老外 因为一方面我很自恋 我很想看到我名字,对吧 第二方面是我觉得 我其实不是特别想代表其他的老外说话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国家也不一样 而且中国很多地方很多人 已经很国际化了 很后现代化 我们不用一直强调老外这个词 就好像老外很特殊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平等交流 我是我 你是你 那样比较好 这个标题让我说的话 应该是老雷说很多中国人开车想猴子 那样就对了 但是这一点 不要紧 小case 我本来想讲的是另外一个事 就是版权这个事 因为点开了之后呢 我发现严重不对 不对的地方就在于 凤凰在他的这个 微博里面用的这个视频 还是我的视频 原版没变 就是我对着镜头说话 跟现在一样 但是呢 他的视频里面竟然有疯狂视频的水印 我就很纳闷 我在想我的那些东西 什么时候穿到他们上面去了吗 没有啊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同意他们用吗 也没有啊 我跟你说 我的视频就是老雷 或者是德国资金舞 或者是鞋手手 那些视频只有两个地方存在 第一个地方是 通讯卫视 别问我为什么 我就是习惯用他们的东西 没有什么合同或者啥 你在卫视上面搜雷克 就能搜到 第二个地方是YouTube 因为YouTube很自由 质量很高 而且服务很好 我的东西发到那不会被删 只要版权没有问题 我可以随便批评 比如说 老胖胖 或者是周晓 或者是习近平 默克 欧巴马 都可以 所以说 在YouTube上面 搜一个德国资金舞 就能搜到我的东西 卫视和YouTube 有我的东西 疯狂上面 没有我的东西 点开之后呢 发现还是有 而且这个播放数还挺高的 他们有一个地方说的是来源 我就很好奇 来源是什么 这个来源说的是综合 那我想知道 疯狂你这个综合什么意思 综合的意思是 你进入我的卫视 下载我的东西 不问我同不同意 是这个意思是综合吗 还是你进入我的YouTube 下载我的东西 不问我同意 哪一个是综合 而且你为什么不问我同意 就是有点那种 你看每一个我的视频 我不是每一次都说 哈喽我是老雷 你还看我说话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还没想过 要不要问我同意 而且你用很大的功夫 进入我的空间 从我的空间里面 下载我的东西 写一个标题 你还没有想过 要不要问我同意 你到底是媒体公司吗 还是奶粉公司 凤凰 对啊 我很伤心 就是因为 我本来是挺喜欢 挺喜欢凤凰的 就是凤凰不是环球时报 如果是环球时报 刚接种事的话 我根本不会离他 因为我本来 对他没有任何希望 随便随便他 呵呵 但是凤凰作为一个品牌 它下面有很多 或者是一些 我挺喜欢的节目 挺喜欢的主持人 然后他这样对我 或者是他这样对 其他人的版权 我就很伤心 是这样子的 而且今天早上 我发现这个事 我就在想 这个是中国特色吗 我应该怎么看 就是我们不是一直说 中国人不懂版权吗 就好像你们 比其他人笨或者啥 不是一直这样说的吗 其实我后来想 根本不是 这件事不是中国特色 因为我遇到过 在国外 第一次遇到是2009 我不是有那个 徒步中国长胡子 最遥远的路 那部视频吗 2009在YouTube和Vimeo上 特别火 那个时候 有一天跟今天一模一样的 睡醒了就发现 哪里不对 很多很多邮件 点开了 msn.com 就是他的首页 微软 Microsoft 他的首页上有我的视频 他们非法下载 从我的YouTube 或者我的Vimeo 我也不知道 然后没有问过我同意 就放在他们的空间里面去了 当时我就惊呆了 我在想 Microsoft你还缺钱吗 你为什么不问我一下 就这样 我想说的是 这种行为 恐怕不是中国特色 它是烂公司特色 就这样 然后疯狂 我还是喜欢你的 或者是你的一些节目 和一些主持人 今天这部视频 我就送给你了 今天这部视频 你可以随便用 但是你的标题要写对啊 你的标题应该是 老雷 谈疯狂狂于版权 你同意吗 疯狂 我还是要询给我 我还能带你 你不听说的 就这么容易